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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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初田玉玲正是看上比利时兔的这些优点 投资了3万元修建兔舍 同时引进40只种兔开始养殖 经过一年的精心养殖 如今它的肉兔存栏量已经达到了100多只 可是最近有些兔子却出现了问题 求助农户田玉玲 求助问题 肉兔馋宰少 母兔不发情 效益差 栏目组接到田玉玲的求助 派出帮小妹了解情况 是有什么问题 着急打电话 就是这个小兔嘛 产载产的少 下载少 对 你这一窝兔子才下三只 这是刚下的吗 对 昨天晚上下的 它得到五六天才那里才长毛的 就是新出生的兔子 它都是这样没有毛 对对对 它是昨天晚上生的 平时正常一窝得下多少只呢 下七八只 七八只啊 对 兔射非常简陋 那灯光也很昏暗 就一点点 它们那些兔子 整个感觉不是很活跃 田玉玲养殖的母兔 有三十多只 在2019年上半年 自己的这些母兔 都能产载六到八只 但是现在 产载的数量越来越少 一胎平均两三只 而且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 你看这个吧 才下两只 这窝窝 对 这没见兔子呀 对 在这下面呢 你看 这窝确实少了点 对 这也是刚出生的嘛 你看没长毛 这些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这两个就是一 都是一晚上下了两窝 咱们家大约二三十只母兔 有多少都产载少 十只坐这 十只坐这 在这上几只不发型的呀 那这就得它两个就合起来 就是占一半的 占十五只左右的嘛 不发情 我刚才你说还有不发情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个兔子 它给面它就不发型 你看 你看人家长这 上面的兔子 它发型的呀 它在缓 它在弄得来回来跑动 你看这个 它不发型 它就拿兔子 它咬的它都不动 它不发型 它就没法 馋小兔在这 小兔它馋面来 你想 你的小兔馋量都 就少了 你都卖不着手的钱了 半年来 尽管田玉玲 已经尝试过多种办法 但是母兔馋载少 不发情的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前这年吧 在街上 就是买了一 就套出来 套了一只小兔子 套一只小兔子 看到有兔子挺可爱 挺好 感觉到这个兔子 也感情也很好養 就想得样样试试呗 以前说实话也没养过 也没想得出现 那些委屈 特别难啊 就是说 兔子不发情 馋载少 直接就导致 兔子出栏量低 进而没钱赚 以前能卖到 一倍二呢 现在就是卖五六十呢 这样算下来 每一次都少了一半 少了六十只 对 您一只兔子卖多少钱 我一只兔子 能卖到五十呢 那您卖一回兔子 一共少多少收入啊 一次呢 说是收买两千多 都三千多了嘛 这个问题持续多长时间了 这个问题也有四五个有了吧 那得一万左右了这样的 将近一万多块钱啊 算是一个不少的数字了 对对对 对 我找的弄一来说 都是说 就是说 恨那个啥了 找我别人帮忙吗 没有没有 这那第一次来给帮忙 自己有琢磨过 研究过吗 我研究过 我研究过 人家都说 就是给这个兔子打轮 叫他发现 打轮也不关 我研究过 去栏了 颜辛 如果被帮忙 这别人帮忙 我研究不了 一定是 像有关 你 在那里 是 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 有没有想我放弃 没想到放弃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能放弃 只要是你一样你想养 你就得有这个细节养下去 为了这两个孩子 你不可能得坚持 再哭再累也得坚持 田玉玲投资养上兔子 每天忙里忙外 就是为了能帮丈夫 分担一些重担 让家人过得好一些 她的孩子虽然还小 但也能感受到她的辛苦 提到自己的妈妈 儿子的评价就一个字 好 好 妈妈就好了 干活 妈妈辛苦了 你把不累这些话 累她都不累啊 您不是遇到这种烦心事的时候 跟谁说呢 我谁也不会说 我自己跟我自己说 我两个对象 我都不跟她哭 都不说 有没有给孩子说过 我没有 我不跟她哭 谁也不会哭 我能感觉到她的那种 失望和无助 能够感同身受地 感觉到她的不容易 希望尽我所有的努力 真的能够帮她解决这些问题 你看咱这养兔子啊 它特别的简单 喂饲料是一天喂两次 早晨的时候选择喂一两 傍晚的时候选择喂二两 因为她主要是夜间型的动物 晚上吃得多 这个皮肤病 都是和她的卫生环境 就打比方脏乱差 潮湿有直接的关系 本期节目联系到的乡土专家 张立光28岁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人 养殖肉兔八年 存兰两万多只 2019年销售额达到三百万元 人比较真诚的那种 真诚 就是你问什么 她就会告诉你 不会朝那掖人了 假设听不懂啊 就不明白了 她还可以再跟你讲一遍了 2012年 有着创业梦想的张立光 辞掉在大城市的高薪工作 开始养殖肉兔 八年时间 她成为当地有名的 肉兔养殖高手 经常帮助农户 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有着很好的口碑 收到栏目组邀请 张立光跟随帮小妹 赶到合泽市聚野县 去了解田玉玲的情况 田姐 我来了 小妹来了 我把咱们这个专家给带来了 这张老师 她养兔养了六七年了 张个好 张个好 你这养兔养的多少只 一百多只 那养的怎么样呢 还行 就现在出了点问题 小兔兔养养下的少 当时我和田姐聊天的时候 还好好的 就非常自然的状态 但是当我把张老师 带过来的时候 她突然变得很 腼腆很害羞 可能是因为她平时 和陌生人接触的 比较少一些 然后突然又来了 一位异性的专家 所以她会有点 放不开自己 你看这一只 这一只都下了两只 只有它下两只 这个馋载宿有好几种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公兔的 你一个好的公兔的给它配种 它才能馋载才馋得好 兔子馋载宿 问题最可能是出在了公兔身上 而不是母兔 这让田玉玲没想到 乡土专家调理清晰 自然亲和地回答 逐渐化解了略显尴尬的氛围 这那母兔挺健康 咱看这母兔就看 看一下咱的公兔 哪个是和他交费的公兔 我们把公兔拿出来看一下 我拿吧 公兔拿的时候 我一定要就是手抓住咱的耳朵 这样抓 翻过身来 因为它这个公兔特别有公益力 防止它对它近大 防止它把人抓伤 特别有公益力 你这样抓的话 它抓不到咱的手 这样抓的话 它有点老实 你看这个公兔有点垂 看下 公兔有这个七八斤的公兔 看着还喜欢这个公兔的 从外形上看 这只公兔是合格的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你配种的时候 你都配几次 一次 你配一次 首先咱说您的配种 配一次 因为咱的母兔 它有两个子公 两个子公都配两次 对两个子公呢 咱应该配两次 打饼花咱用咱那个公兔 上午你打饼花 你给它配完 中间就是庆着五个小时 再用另一次公兔配 不能用咱的同一只 假如你都用这一只的话 假如它这个静止不行的话 你再用它再配 它还是不行 就出现这个情况 田姐那次用几只 一只 就用一只 田玉林总共有五只种公兔 但是每次配种时 都是随机选择一只 放到母兔笼里 张立光说 这样的操作也是有问题的 你像咱那个配种 你这样的话 应该咱那个 搬来那个母兔 放在公兔笼里面 把母兔放到公兔笼里面 对对对 因为咱的公兔 它在它的笼里面 它的环境很舒适 它能发挥出来 你要在母兔笼里面的话 它刚进去 刚接触 它就会害怕 就会营养它这个质量 营养它这个精子质量也 田姐正好 这个给反过 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一定要记住 我先把它放里面 放进去吧 小贴士 一 因为母兔有两个子宫 给母兔配种时 要配两次 而且要用两只公兔来配 二 配种时 要把母兔放到公兔笼里 这样公兔熟悉环境 更好发挥 受孕概率会更大 田姐的养殖 它不专业 一些技术它也不懂 所以我就觉得 这次帮扶的压力 还挺大的 张立光说 公兔一般长到六个月以上 就可以当作肿公兔使用 田玉玲的肿公兔 也都符合条件 但为什么还是有些 产载率就是不行呢 就是它这个镜子质量不行 咱可以通过咱们 想问一下 通过咱们仪器 就是咱来看一下 看一下 我那正好有那个仪器 常常拿来看一下 我都带着那 好的 张老师 可能拿那个看更专业 对对对 之前你又知道 拿那个可以看吗 不知道 真心来帮助你 就马上都过来 给你解决这问题 他的人很好 因为经常给农户教学 所以张立光 常常会将一些 检测的工具 带在身上 那究竟会不会是 肿公兔 精子活力的问题呢 他决定 现在就把兔舍里的 肿公兔 逐一进行检查 最终果然发现 有两支的精子质量 确实不太好 明显的比较细 咱那个数量 你看着明显不行 那平时健康的 大概是什么 健康的就是密密麻麻 就是全部都是小蚌蚌 数值的话 它这大约就是100万个 所以田姐你看 它全的这个就看着 不密 挺稀的 你看假如你那个公兔的 打比方你一次啊 一上午你配个五六支 五支六支啊 就是后期的话 那个精子也比较细 你看这样的话 你再配 它也会就是产来少 或者就是出现那个假怀孕 原来是这个原因 但是正确的方式 就是咱一天啊 咱公兔的一天 最多能使用两次 配完一支 然后就休息一上午 然后再给它配种 哦 好了 一天就使用两次就行 不行的 就该淘汰就淘汰 该就是选一个好的公兔 有了张立光的帮助 田玉玲终于对自己兔子 缠载少的原因 有了了解 以后除了要合理使用 种公兔 还要把不太好的 种公兔淘汰 但是对于自己家 有些兔子不发情的情况 还是需要专家再去看看 这一只不发情 哦 对 这个也不发情 那行 我拿着来看一下 因为不发情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咱那个挣钱呢 养出挣钱 就全靠着它发情之后 才来挣钱 只要产一窝 我觉得这一窝 我就能赚多少钱 但是它不产 那光老子吃饲料 老子吃饲料 这样我不挣钱 我还得买饲料 还得再喂它 看着也挺结实长的 也挺好看着 那你是怎么观察的 看着它发情的情况 发现有的时候 它就在这个笼子里跑嘛 这个挺老实的 看着它发现是不发情 你看看它那个生人性 会看吧 看那个生人性 生人性不会看 对咱那个养兔知识 这个养兔技术 很缺乏 多少有一点 就是生气吧 多少 田玉玲平时 都是通过观察兔子的活跃度 来判断发情时间 但是专家说 这只是发情时的一个表象 不能仅凭它来判断 还是要看发情时 生殖器的颜色变化 看一下这个生殖器 用这个手啊 加入它尾巴 好的 这样它就特别老实了 这样用手一拨 太明显看到 发情的那个表现 它这个就是发红 你看它的这是粉红 现在还不行 还没有发现 对 你看你有可能 这下你的生殖器 没看好 有可能 你看这个 隔两天 你得看一下 你看在这个冬天 发情也比较慢 两三天看一次 正是因为平时观察不仔细 也没有看过生殖器的变化 田玉玲因此错过了一些兔子的发情期 认为自己的母兔不发情 为了让田玉玲更容易记住焦的内容 张立光还给了她一句口诀 就有这么一句话 你可以记住 粉红枣红磁 大红正当时 粉红枣 对 粉红磁 对 大红正当时 就是它打比方 它那个实验长了 它又发这个纸 大红都可以给它配 对 大红正当时 就正好配种 当张老师帮助田玉玲 指出那么多问题之后 我感觉田玉玲 好像更相信她 所以她就会觉得 张老师能够帮助解决 她所有的那个养兔的问题 这个也不发现 那个也不发现 张老师你把那个拿出来 也帮我检查一下 行 我来看一下 这一只的话 我一拿 就是明显的这个体重 很瘦 这一只 和这个营养有关系 它还有这个丘绒命 就是你 它一下 它体内它有虫 你就胃再好 它也就是不长肉 因为它瘦 它体高 体质不行 肯定会是受影响 那你这个丘绒命 是怎么看出来的 张老师 你看丘绒命 咱就可以通过这个 肺面 你拉的肺面 有大有小 或者有给这个 找符端 有长的这样的 连在一起的 这就是一个丘绒命的表现 你看咱这个正常的 肺面 都很光滑 大小都差不多 你看一下 这个均匀 对 均匀 直接你像咱每天 来喂这个鲜鸟 喂鲜鸟的时候 都可以看一下 秋蟲病怎么给它治疗 秋蟲病的话 你像这种 咱它已经得病了 咱可以用药给它注射 黄氨蜜丁 打来那个药 也可以治疗秋蟲 你像你日常 喂鲜鸟的时候 咱在鲜鸟里面 你可以给它办一下 这个秋蟲病的药 咱先给它预防 这养兔呢 咱先就是预防 张立光还发现 田玉玲的兔子里 有几只长得过肥 他说 这也是影响 兔子发行的一个因素 喂的就是 可能太肥了 你喂很肥的话 它也会影响 它的牌子 看着鲜鸟还行 喂的话 咱应该选择空两位 咱是一天喂两次 因为早晨的话 咱就是喂一两 傍晚的时候喂二两 因为它主要是 晚上吃鲜鸟 打夜间型动物 早上一点下午 因为你喂太多的话 你这个成本就够了 它也浪费食料 它不是说你喂的越多 它长得越快 田玉玲平时四位 都是以填满食槽为准 根本没有定量 造成有些兔子 长得过肥 影响发情 总结 田玉玲平的母兔不发情的原因 1.没有正确观察 1.没有正确观察母兔发情时的表现 应该以生殖器颜色变化为准 而非只看是否躁动 2.个别母兔患有球虫病 影响发情 3.没有合理思维 母兔过肥 影响排卵 张立光说 这些都是新手义犯的错误 只要按它的指导调整好 兔子肯定都能正常发情 同时还告诉田玉玲 用一种辅助的道具 也能起到促进兔子发情的作用 你像咱那个兔子不发情 咱还可以灯光吹晴 在它晚上的时候 让它灯光照到两三个小时 那要吹它可以发情了 对对对 那灯光辅助发情 下回我给你带来 咱都尝尝再看一下 咱都尝尝再看一下 忙碌了一整天 田玉玲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去 张立光因为有事 要赶回自己的养殖场 她承诺第二天再来 送给田玉玲两只种公兔 并实地教她如何给兔子配种 多样的品种 让田玉玲羡慕不已 明天要是我这次见了 我也要那么多 就是我长的花 要让你这条兔 别样的兔棚 让田玉玲大开眼界 咱长的给没都没法 给人家脑的比 欢迎继续收看 肉兔馋仔的烦恼 你无惧危险 你拯救病患 你牺牲在前 白衣天使大爱人间 这就是中国医生 宁夏岩池 光照充足 木草丰美 弱碱性的水土 不仅造就了优质的天然牧场 更赋予了岩池滩阳 细腻的肉质 丰富的营养 不需要太多佐料 羊肉的鲜美 就能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 做法简单 却能鬼鬼无穷 吃白草和岩池滩阳 成就了手抓羊肉的美味传奇 今天的岩池滩阳 以唇齿流香的上乘佳品 走进寻常百姓的餐桌 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 岩池滩阳 记在心里的味道 顺业制造优质肥料 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终于的云天化 世界的云天化 CCTV农业农村频道 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专家的到来让她看到了希望 对未来的生活 她还有更美好的憧憬 希望一家人团聚 到以后我都想得叫安全性回来呗 你只要在外公 拜大公也不是常罚 你知道不 她在地的时候 我也可以回来 给小孩做做饭 小孩子也大了 在家里也有老人 你还得需要照顾我自己 要是你养多了 兔子我自己都照顾我来老 要不肩膀一靠着 不在家的时候 我还能成立她 在家我更能能 田姐 在哪呢 我今天专门给你戴着这个总图 因为咱用它来拍一下 咱那个翘翔总工图 总一咱也看着这个头型 这里又宽又大 它的耳朵又肥又宽大 说明它长得很健康 你看它耳朵这个立的 显得它特别精神 对 你像咱那个工图 一般咱这个工图 一般咱都是用了三年 出现产业少之后 咱就开始把它淘汰掉 你用同一只工图 给它配的话 怕那个精神活力不行 所以咱为了保险期间 能带着两只工图来 那我们现在 就拿来那个母兔 配一次行吗 行 你拿一只发型的母兔 咱试一下看这个工图怎么样 那天它就完全没有 那些害羞和腼腆了 它就开始可以和专家眼睛 对眼睛地去交流 然后很专注地听专家讲 跟专家学 而且还会有很多 自己心的问题 去问专家 那你第一次配了第二次 什么时候配啊 五个小时到八个小时之间 哦 五个小时 再给它做复配一次 张立光说 两次配种时间 间隔五到八小时 第一次配种 主要是刺激排卵 第二次则是增加受孕概率 你看一下 现在它就是已经碰完种了 现在已经很平静了 对 那碰完种还要有一点需要再做 哦 那在做什么 需要那个啥 我给你拿出来跟眼飞一样 在碰完种的时候啊 还要再颠一颠它这个后细 让它这个镜子啊 就是防止它往外流出 要颠一颠 哦 这样 对 给它试一下 抓一下 这样拍一下是不是 对 拍两下就拍一 哦 拍打这里 拍打它的屁股 这样 对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 但却可以使母兔输卵管内 较长时间保持足够的活力强的精子 再次提高受孕的几率 趁着在等待给母兔第二次配种的时候 张立光又拿出了另一样东西 决定对一些不发情的母兔龙 进行一些改造 你看这什么 这不是第二线吗 这不是电线 我觉得这好像像灯 是吧 你看这还有 还插头 对 这是这个叫灯带 我没见过 灯带 不是那个兔不发情吗 对啊 然后咱用这个灯光 灯光也可以使它发情 哦 灯光也可以 那你扯一下 扯一下来尝来看一下 行 行 对啊 咱们这个灯带 把它在上面就行 因为往下面的话容易遭到它啃咬 步入秋冬季节 日光时间减少 用灯光可以促进母兔性线激素的合成和释放 增强它们的繁殖能力 这个灯光是白色的 嗯 白色的照得比较均匀 嗯 它这个亮度也比较亮 咱那个白光 哦 要是用 用我家的那个 晚上用的那个小灯行不行啊 比如是扯这个灯泡的话啊 它没有咱那个灯带啊 照得这么均匀的 而且呢 它这个灯带啊 它这个瓦数比较低 而且它还省电 因为咱灯光春晴的话 一般都是用个几天 一个星期 每一天 要这个亮这个十个小时左右 而且咱那个灯带 你看它这个啥 它是皮子的啊 它防水 你看在这里面 它就是有水 撒在上面也不要紧 哦 这样啊 对 灯带安装后 一般持续亮一周 就能对促进兔子发情 起到作用 看到效果 一个星期都可以拿下来了 咱不用拿 在上面放着就行了 一个星期的话 差不多就有的 开始已经发情了 哦 这样 对 三人在兔舍忙碌了一上午 厨房里准备上了 得知田玉玲家里有重要客人 邻居都赶来帮忙做饭 他们是邻居 还是你们的亲戚啊 这小姐姐 邻居啊 这个姐姐呢 你们也是邻居 邻居 真好哎 他忙不过来啊 田玉玲为人好 做事实在 深受街坊邻居的认可 谁叫 谁到是不是 要 尤其是我 不用叫 我都来 你不用叫就来了 不用 妈我就来 她的音乐都出的都很好 这一个年还是可以的 田玉玲人缘好的 另一个原因是孝顺 她17年如一日 侍奉自己患有精神障碍的婆婆 因此还获得了好媳妇的荣誉称号 这一个 这第二个 这是18年 田玉玲同志被评为田乔镇2018年度好媳妇荣誉称号 这是18年的 对 这是19年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两年才行这个 给点杯 这个还给点那么 那边还有一个锅 那么鞋子里那个锅 还有奖品 对对对 那么鞋子里那个锅 厨房里忙着张路午饭 张立光也帮不上忙 方小妹趁机把田玉玲想要扩规模的事情告诉了她 张哥你看就这个地方 她之前是养鸡的 那不还有几只吗 然后她就想把那鸡以后卖掉 在这养兔子 想法是可以的 但是等到她这个技术都掌握 以后我建议她得扩大规模 最起码你的婚姻 到时候你要赔钱了 你像一个农村的家里本人又不富裕 那样的话只能够给她增加负难 张师傅也没做什么好吃的 随便吃的吧 这太客气了 我都不好意思在这吃饭 来到我们家随便吃 别客气 我也不会就是说 像别人那样的人都会说 我刚才还特意把张哥带到咱们那个棚里头 去转了一圈 就那边那个棚 你先把咱那个技术长得好 好嘞 我把技术学学 我今天我也咱也没时间 等到明天的时候 我先带你上我那里面看一看 行 你看我那见得怎么样 好 张老师帮我把问题解决了 张老师帮你解决是一方面 主要是要教会田姐 现在是自己慢慢地会解决了 对 我慢慢地都学会了这一次 学会了 虽然只接触了两天 但田玉玲的淳朴 也获得了张立光的认可 午饭后 张立光又帮田玉玲的母兔进行了第二次配种 并约定了明天见面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手工业的袋子 转发 打赏 哎呀 还有这个想法呢 对 太好了 田姐 我们到了 好 张哥呢 张哥 我们来了 好 你们来了 张老师好 走 我们上YouTube上看看 你看一样咱 这边是咱这个办公子 这边是给咱这个 给咱客户装的饲料和装托 这边装车发走 现在咱这个品种一共有这个六个品种 咱这边一共有 像咱这个这是咱那个比利时 就是你养的也是那一种 我养的那个也是比利时 对 那张老师像这个是得有几斤啊 好大啊 是吧 像这个有这个十三斤左右啊 这一种 我拿它来给你看一下 好嘞 我看看 有我胳膊这么长 长度 看 可大了 我不会长 对 有我胳膊还长 你看 那这一个是什么品种啊 张老师 这个是新西兰 哦 新西兰 对 它比较抗汉的 因为它那个毛 你看那个毛 明显的比那个毛 其他的毛要长 这一个是什么品种啊 这是咱那个伊拉种植 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鼻子 耳朵 还有它四个腿 还有它尾巴 都是黑色的 所以呢 我们都喊它这个 就八点黑 它这个品种呢 你想一般的两个月 它都能长到四斤左右 哦 那你想这一个 给那个比利时 它两个那一个品种长得快啊 嗯 要长得快的话 没有咱这个 这个伊拉 就咱那个八点黑 没有它长得要快 走到面堂那边一看 人家那兔子特别多 还大 我想呢 我试试 我试试 那养的一件多 能长到十四斤 或者比是那个 很重的那兔子的 看它养成了吗 看它养成那个紧如了吧 如今张立光养殖场的兔子 一共有六个品种 八年时间 它把这些兔子 卖到了全国各地 对于它来说 多样就是它最大的卖点 根据咱那个个人就是爱好 有的人他喜欢那个和野兔颜色的 他就养那个比利时 有的人他就喜欢那个白色 他也养那个白色的 但是有的地方也是根据那个地区的 一般东北的话 他就养那个白色的或者那个伊拉 现在咱们这边都养那个比利时的多 对对对 咱们这边就养的那个比利时的比较多 不同品种的兔子 让田玉玲大开眼界 靠着这些兔子 张立光一年的销售额 就突破三百万元 对此田玉玲很是羡慕 其实张立光的养殖场 还有更让人羡慕的东西 那就是自动化的养兔卷舍 因为要发货 张立光被客户叫走了一会儿 于是让邦小妹和田玉玲先自己参观 哇 这么大 人家都整齐的 对对 还干净 你看人家的 哇 你这种小兔子 你看那小兔子还是这种颜色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看那产香里窝窝都有小兔 你看 一进一一看 人家的兔子这么漂亮 比说不好听的 就比那个房子那屋子里边还感应 你看人家还感应 就一听话 你看人家多好 你看他这一个兔子里 跟哪一个兔子里他都不一样 他那个兔子里用歪 你看到了吗 咱这个咱没看到 它这水歪 它这水歪放到哪里了 那你看那个 那个是不是 那个是管子 是不是就会有水啊 咱又没用过咱也不知道 咱没用过这个被兔子 这边摸一下这边摸一下的感觉什么都没见过就很好奇的样子 然后还要给我说小妹你看人家这怎么怎么样 你看人家这个又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整个人很兴奋的状态 你看你看这边 你看这个笼子一个笼子管两个 两个兔子 这个兔在这边吃 那个兔在那边吃 一个管就多用了 你看 好奇的田玉玲看哪都新鲜 张立光回来后 田玉玲马上就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问 赵老师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那一个管子那是喂水的 那边应该上面有个小水水 或者什么喝水的 我看一下 什么的 他一头的 然后把这头 怪不得给小妹我们俩光看 没找 没看出来是干什么用的 对 你看一下 沾在这里面 就特别比较干净了 刚才我给小妹阿梁还说的 你这棚子很可干净 你这个分面都没有在下面 对对 咱们分面啊 它下面有个穿绒带啊 咱从那个头上来可以看 你上上头上来 下面的分面啊 但是从那个穿绒带 直接穿绒过去了 你从这里吧 能看到 对 你像咱们这一种 直接把分面从那个下面啊 直接就是清了那头上去了 这种就不用咱人在清理分面了 就比较省劲啊 咱这个棚子一平方就花了八十块钱 刚才那个棚子花了将近五万块钱 五万 咱这个棚子不算贵啊 咱在里面最贵的 就是咱的小设备的话 两千多一米 咱这一条设备的话 就花了十好九万 这就值得一个贵 使用自动化设备 既可以使环境干净整洁 又可以解放劳动力 节省成本 虽是一次性投入 却是持续收益 田玉玲看到的这一切 是张立光当下的成就 为了让田玉玲有个更全面的了解 张立光特意让田玉玲来到棚外再看看 这里有她养兔过程 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 一个孔一个孔 你看这是什么 我猜不出来 你感觉一下 猜不出来 这一个是咱俩用来降温的 这一个 这叫水莲 我是刚开始养的时候夏季 那产的小兔一直都没成活 还有大的都给热死了 当时呢 我的损失了好几万块钱 连续是上网了这个五天 上了将近有两百只 当时一共有三百多只 马上都快死完了 看着兔子一天天的死亡 刚二十岁出头的张立光 内心充满了无助 然而更让她感到绝望的是 自己连兔子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都不知道 都说死这么多 到底咋回事 死了呢 是不是生病了 还是说喂鲨料 我这个鲨料不行了 还是鲨料变质了 还是说得什么病 一时死了好几十日 到第一天 到后来 找到一个村里的老人 人家又跟我说有可能是热吃了 然后呢 回来啊 我就每天给那个兔子啊 给他撒水 我没想到他就说热吃了 正是这次惨痛的教训 让张立光意识到 自己在养兔方面 还是一个门外汉 做养殖 并不简单 在养殖的道路上 只有掌握好技术 兔子才能健康成长 而这一过程 往往都伴随着惨痛的教训 这里面全部都是兔子药 这当初啊 就是我跟你说 咱那个兔子热吃的时候啊 那一个应用器啊 这是光其中一箱 光这我都放好几箱 光那应用器 我买药都买了一万多块钱的 光买了给兔子买药 这都花了好几万块钱 买了这个教育 这后来这才知道 我现在呢 就不建议你这个扩大 像你现在你还少 你这还没什么损失 你要是养的数量多的话 你一发现一上网 你那是损失很大 所以田姐你看 这个扩大规模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对 就是没那么简单 就像那个技术 还有点啥的都学好 都才能养那个土 因为慢慢慢慢的规模 本以为这次帮扶 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想到 当晚帮小妹 又接到张立光的来电 她说我第二天和她 去给田姐送点东西 我当时也不知道要送什么 我就想的是可能会 就是那天没送完的东西 再送一个什么 你一大早的把我叫过来 要给田姐送啥 对 给田姐一个惊喜 一个惊喜 对 还不能告诉我吗 那也不告诉你了 也让你惊喜一下呗 送点其他的 比那个鲜料还有意义 这鲜料还有意义 对 哎呀我的天哪 我还真的是猜不出来了 哎呀 哎呀 来 有点猜啊 看一下 哇 这么多 田姐肯定不知道咱们来了 我去叫叫她去 行行行 我去看看她的干嘛 给她一个惊喜啊 行行行 田姐 哎 我又来了 小妹怎么来了呦 没想到吧 没有啊 田姐啊 我又来了 哦 张老师来了 带着点东西 我正好剩了一点 这个幼母道的龙具 我们先带过来了 我身上还有 你过来我看一下 可多了 对 开心吧 开心 你看 先给谢了 你看田姐就是完全没想到 对对 没有想到张老师今天来了 行行行行行 咱们先卸卸吧 走 张立光建议这些兔龙 可以在扩建的时候再安装 如果全部装好 大概能养上一百多只兔子 这样还能省下点开支 给他减轻一些家庭负担 张老师真的是太细细了 是吧 田姐 我还带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还有 带了一些东西 我那个晚上 我总结了一下 养兔的经验 真的谢谢张老师 对 你没事说可以看一下 你看人家还写的是 内部资料禁止转卖 就是我多年总结出来的 就希望你能把兔子 养好 能赚到钱 他心里也是想着 就把他养好的 但是呢 他也不知道 怎么养好的 他没记住也不知道 去哪里看啊 又学啊 他也不知道去哪 行 张老师 我一定要好好养 那个米记 他说呢 如果说你腿里有羊吐的话 可以跟你说 你吃什么油 打什么针 我可以怎样告诉他 很实在 我感觉他很实在 这次的帮扶 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平凡的乡村妇女 也看到了一位乡土专家的成长经历 和人格魅力 更换种公兔之后 田玉玲按照专家建议 给兔子四位和配种 如今他的母兔 每胎产仔都能够达到六到八只 不发情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 田玉玲现在每天都在研究养兔知识 为接下来的扩建做准备 也跟张立光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我长老师他知道的 现在我都不用上那边去跑去了 我有啥问题 我可以给他打电话 可以请求他 可以为他了现在 帮扶结束的一个月之后 我们收到了张立光 给我们发来的一段视频 包小妹 包小妹 昨天田姐给我打电话来 说她家兔子产仔了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 我再过来看一下 顺便也让你看一下 田姐 田姐 这里面忙着呢 我来看一看 你说兔子产仔了 看 产多少吃 你看 这种产这么多 八只 行 拿来看一看 咱们让小妹也看一下 看下长几只 咱们来看一看 点一下 一 咱拿一下 三 四 五 五 哎呦 跑到这里了 这三只 哦 看一下啊 小妹看一下 真的 这热锅厂八只啊 比之前才能还要多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行行行 赶快把它放里面去吧 赶快把它放里面 好好好 有了张立光一对一持续的帮扶 相信田玉玲未来的养殖道路 会越来越平坦 这个兔子它叫比利时 比利时 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它是来自于比利时吗 从比利时引进来一种肉兔 比较焦劲啊 因为它的毛色啊 灰褐色 嗯 和这个野兔相似啊 所以我们用 叫它这个达椒眼神 这个是新西兰兔 毛色发白 眼睛发红发亮 它的毛啊 比较长 这个兔子把它生长 速度比较快 平均的话 就是产七到八只 最多的话 能产个十五六只 这要连天黑兔 连山黑兔 你看它这个肉的话 含那个黑色素 然后呢 它这个营养价值 要比它其他的 价值要高一点 这个兔子你看 最大的特点啊 耳朵 你看没有 耳朵 鼻子 腿 还有它这个尾巴 尾巴 它都是发黑的 它品名叫一拉种兔 然后呢 咱们人啊 又成了八点黑 它这一种啊 胜长的也比较快 两个月也能长到 四斤左右 这一种呢 它品名叫公羊兔 你看它的耳朵 它耳朵怎么大大上来的 和它那个羊差不多 和羊耳朵 你又没发现 羊的耳朵有 是哦 羊的耳朵也是往下垂的 所以我们呢 又叫它大公羊兔 因为它体型长得比较大嘛 这一只长了有八个月左右 现在的话有十斤多 主要是用它来配种 因为它那个比较大 帮帮哥 这个是兔吗 这怎么看像一条狗啊 这个也是一个兔子 这人那个宠物兔 哦 这个也是兔子 宠物兔 怪不得看着这样的可爱 宠物兔 太可爱了 看一下 你看这个头群 你看它的毛有点长 照着眼睛都快看不出来了 哇 它真的是 眼睛已经被毛挡住了 对 这个就是在家里 因为它体型比较小 这一种呢 最大就能长到三斤到四斤啊 小的鼻子还要更可爱 很受到那个大压的欢迎 一共六个品种 您记住了吗 咱们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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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